华为是中国企业的典范 其实也是中国政府官员 都应该要观察华为 你看美国打压华为是多少 而且它动用多少的政治力 在全世界要打压华为 而华为活下来了 为什么 领导者 领导集团 你看认证费也好 他的女儿也好 整个华为的这些各部门的干部 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那就是中国人的态度 也就是说我就是脚踏实地 我就是有权瞻性 我就是有远见 我们就是能吃苦 我们就是能够敢拼 我就是不信邪 我就是不怕鬼 鬼当然有动洋鬼子 有西洋鬼子 您看到华为不但活下来 而且活得更好 因为在今年 他的营业额比以前更高 越打他的营业额越高 虽然手机这个部分里面 有很大的损失 可是他在别的部分里面 他有很大的掌握 华为还没有启动 全球的专利权的收费 如果太过分了 需要了 华为开始启动 5G专利权的收费 那华为的获利将是更为可观 为什么 因为华为的5G 占全世界的专利 比重太高了 而且6G 中国的专利 也已经开始超越美国 超越全世界 中国未来的专利 可能是G7的国家的总和 专利单单从专利权的角度 上来看 华为它是一直在做策略的运用 也就是说我不跟你收专利 你用我的产品 任正非他不可能管到整个华为所有的体系 但是他是一个精神 他的每一个部门的人 每一个人就是把自己的事做好 华为在另批西境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传说很久了 也就是说不再用传统的那种材料 这是最高的商业机密 这个技术成熟了 开始进入量产了 你美国要再打压 你就来不及了 第二个您提到了美国的银行的体系 就是华为美国的行政部门还不一定会同意 华尔街会同意吗 华为一年的营业有多少 你美国的银行不做华为的生意 难道世界没有别的银行吗 欧洲没有银行吗 中国没有银行吗 俄罗斯有银行 中东有银行 很多国家有银行 当中国大陆的很多的企业 从美国下市 回到香港的时候 华尔街跳脚跳得多高啊 这个美国的这些参议员呢 要玩这种民粹主义 我觉得他们还有得玩 但是也要看看华尔街的反扑 还有美国白宫行政部门 敢不敢这样做